各位早晨 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香港早晨 早晨 梁海寧 早晨 內佑文 今早早有些風雨 是呀 天氣都不太穩定 催清靜至強風程度價偏東風 蜜雲 有雨和狂風 雨勢有時頗大 最高氣溫大約是26度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只望未來一兩天 雨勢逐漸減弱 接近沾活 接著是石瓶澤叫 交給你 內佑文 好 星島日報寫論 由於立法會主席就任之後 曾經給予梁仲恒和游慧晶機會 重新宣誓 所以明天主席比較有可能 被兩人重誓 即使是這樣 這樣也應該是最後一次機會 兩人必須依足法定宣誓要求 一清二楚讀完誓詞 不加增身 亦不能以種種技能 扭曲誓詞的原意 重演上星期的一場鬧劇 大公報寫平 時到如今 在梁仲恒和游慧晶兩人的宣誓問題上 可以說已經再沒有任何轉環的空間和餘地 兩人當日出現玉國已經最無可說 兩人唯一的下場就是不容一世再世 除消就任資格退出議事殿堂 東方日報寫論 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系統水火 非建制派裏面的傳統反對派和激進本土派 亦都是雞同鴨港 三方勢力混戰 將本來應該莊嚴的立法會 搞到污煙瘴氣 新一屆立法會開來已經是群魔亂舞 未來四年將會亂到甚麼程度 會爆出甚麼大禍 簡直是不敢想像 天氣方面 三號強風信號生效 吹清靜至強風程度偏東風 密雲有雨和狂風 雨勢有時頗大 造股氣溫大約是26度 海面有大浪和湧浪 只望未來一兩月雨勢逐漸減弱 接近周末再有驟雨和狂風 各位早晨 串流影片供應商Netflix 上季上客量好過市場預期 在未股收市後交易時 接著是社評摘要 交給你內容問 好 順部社評 有人涉嫌干犯性侵罪行 最終竟然獲得律政司撤銷控罪 合乎公義嗎 自主無法作公就撤銷控罪 在邏輯上實在很難令人接受 正如同謀殺案 死者肯定無法作公 但控方不可能因此輕饒被告 受害者有冤無路數 家屬無怨問蒼天 在香港這個號稱法治的社會 確實是諷刺自極 明報社評 立法會主席坐鎮議士堂 本來應該起到定海神針作用 只是梁君彥涉及的利益衝突爭議 未見果斷處置 致使他的公信力落不達三更 梁君彥涉競逐主席職位 其中一項承諾就是打造高校議會 不過他連自己都身陷泥流 所謂令到議會更加有效率云云 以當今政治生態 只能夠走著汗 各位早晨 早晨來友文 早晨來韓寧 3號強風信號還生效 是呀 天氣也有一點不穩定 是吹清靜止強風呈現 各位早晨 又到上班上學的時間了 一起看看外面的交通情況 這一節我們先關心九龍過香港的行車時間 我們先看看 渡船街南行線近富榮花園 行西岁過香港就是5分鐘 那裡是交通暢順的 而行洪水的話就是交通繁忙 是交通擠塞 用26分鐘的時間才過到香港 接著看看香港過九龍的行車時間 告時打到東行線近稅務大樓 行洪水和東水 同樣都是交通暢順的 用8分鐘和9分鐘 接著轉看看新界方面的行車時間 我們看看大佬山水道公路近石門 出九龍東就是交通擠塞 用15分鐘的時間 而出九龍中和九龍西 各位早安 早安 梁凱凱 早安 萊詠文 今天天氣不穩定 對 三號強風信號還生效 預測是吹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風 密雲 有雨和… 今早上香港早安節目時間夠了 我們明早上再見 再見